現在當了UP就了不起了 我給你們看看我跟文文剛在一起的時候的聊天紀錄 直接把我拉到樓梯間去就... 你為什麼都沒有對我用過這招 已經開始想好孩子的名字了 我們兩個人除了吃飯和看電影 還有一件經常做的事情 嗨!我是文文 我是旭哥 歡迎來到情感聊天室第二期 因為第一期的時候有答應大家如果點贊過一萬的話呢 今天就來聊一聊怎麼追到自己喜歡的人順利脫單這個主題 還是跟上次一樣就是我們從評論區裡面選出了一些單身同學的熱門問題 我跟你們說很多小姐妹都說我超級超級忘桃花的 真的 就有可能你看完這個視頻 你喜歡的人就... 剛好喜歡 好想知道明明不難看為什麼異性緣特別差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就是身邊那些桃花孕特別好的女孩子 不一定是那種長得好看的 而是會在無形中給男生發出那種信號的 你有機會 你試試也許就能追上我的感覺 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讓你嘿嘿嘿 神經病啊 所以說當你遇到你喜歡的男生 其實是可以適當的發一些信號的 就例如吃飯的時候 你可以說 欸我也很喜歡吃這個耶 那我知道哪裡哪裡有一家比較好吃 我們下次可以一起去啊 還蠻自然的吧 或者是 就是在集體活動裡面 然後我有事先走了 我就會跟大家說 啊我先走了拜拜 然後眼睛可能會掃到你喜歡那個人臉上的時候 你就會 給他一個 就是哪怕只有一秒鐘的東西 他就覺得欸 他幹嘛 就是 你為什麼都沒有對我用過這招 當然不是為了讓你到處發信號做海王 就只是還是為了讓你喜歡的人能夠看到你 然後也被你所吸引 我長得醜還嚴控怎麼辦 其實首先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大家好好的穿個衣服 化個妝 找到設計的風格 就真的沒有所謂的很醜的人 男生女生都一樣 旭哥打扮起來也超帥的 你們看過旭姐的樣子對吧 再來說嚴控這個話題 我以前一直是非常非常嚴控的那種 但是我還不是嫁給旭哥 你不是說我很帥嗎 是你說我像你中碩的 你什麼意思 現在再當了up就了不起了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帥的 就我看你是帥的 這就是答案啊 就當你喜歡了一個人之後 他就是帥的標準 所以說嚴控這種事情是很主觀的 我覺得你帥你就帥 越看越帥怎麼順 這就是情人濾鏡啊 沒有追過男生 但有一個問題 除了看電影吃飯 有沒有別的娛樂活動 我跟文文還在曖昧期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除了吃飯和看電影 還有一件經常做的事情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你們猜一下是什麼 我想看看彈幕有沒有人跟我們一樣 也不知道有沒有 假裝看得見 沒找到 我來告訴你們 就是逛超市 就是序哥最有好感的時候 也是跟他一起逛超市的時候 最覺得這個男生就是還蠻會安排家裡的生活呀 也會挑物美價廉 性價比高的東西 就感覺 特別是我發現他也是喜歡去挑一些打折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拍即合 可能消費官啊或者生活的態度啊是一樣的 就瞬間對互相就有了更多的好感 就不知道為什麼你莫名的就會覺得這個人會給你安全感 你就會開始幻想兩個人以後一起的畫面 然後以後一起帶著跟小孩一起送送 怎麼啊都還沒在一起呢 已經開始想好孩子的名字了 還有一點就是 男生可以帶女生去做你擅長領域的事情 比如說你很擅長滑冰 他剛好不會滑 而且就更能促進真的是 或者比如說去那種什麼那個遊戲廳 然後玩那個投籃機 去都有就是我 我在投籃 然後他就在後面這樣子幫我投 然後馬上那個就 就就就就覺得有點 就是有一點異樣的情緒在心裡 至今對誰都沒有心動過母太單身太久了 我知道了原來你們單身的原因 並不是追不到喜歡的人 而是看不上別人 而且我之前翻評論還有看到很多人都說 對 其實對誰都是三分鐘熱度 就是如果說母胎單身越久 你可能就越來越難找到 能夠讓你心動的人 因為你可能對他的要求 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多 還有一點就是大家在看偶像劇 或者漫畫之類的時候 就是一定不要有那種很強的帶入感 就比如說覺得我的男朋友 就應該像是男主角那樣子的 現實生活中的差距還是蠻大的 就沒有那樣子的氛圍濾 比如說初雪的冬天 剛好美麗的我 一不小心摔到了你的懷裡 抬頭一看 哇這個英俊的美男子是誰 心態能夠放平的話 就自然能夠在生活的一些小細節中 遇到一些你覺得好像還不錯可以再相處的男生 那要是真的就是一直遇不到心動的人 一個人也挺好的啊 就無情無怨瀟瀟灑灑 不太會聊天經常讓人感覺太理性怎麼辦 括號其實並沒有 首先我覺得要盡量避免回復一些單字 就比如說 對 感覺這個人很生硬很冷漠 一個字一個擺臉擋在門外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盡量多發點表情包 特別是那種漸漸的表情包 對對對 而且表情包更能讓對方感覺到你現在的情緒 還可以隨手拍一張照片 跟對方分享你現在的感受 再就是多一疑問句 然後再配上一個表情結尾 這樣子就是話題會一直比較有延續性 其實我就是個不會聊天的人 我跟你們講 聊天的時候不要硬去找所謂的聊天套路 我給你們看看我跟文文剛在一起的時候的聊天紀錄 那個時候我經常蹲他下班 你看看你看看你還不會聊天啊 現在看很貴啊 喔對啦 我們頭像真是很巧 我們家微信的時候 他就是小丸子 我就是畫一個輪 而且他是畫一個輪子讓我還蠻有好感的 因為我超級喜歡看小丸子 最大的問題不就是不知道對方喜不喜歡自己嗎 為什麼一定要對方喜歡自己才喜歡 應該是害怕表白之後 可能連朋友都沒得做吧 那你想想表白最壞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丟人 善自尊 做不了朋友 而且就是如果你尝著自己的喜歡人 勉強的跟他一直維持著朋友的關係 等到他之後跟別人在一起了 你還要看著他戀愛 難道你就不難受不善自尊嗎 但反過來想想表白最好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兩個人可以甜甜蜜蜜的在一起 如果你很想知道他對你有沒有意思的話 其實也是有一個比較好的試探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讓你們就是共同的朋友去講這個話 就不是說欸我覺得那個誰誰誰 誰誰可能喜歡你 要用我覺得那個誰誰誰可能喜歡你 就是一個第三方的觀點去說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比較近可攻退可守的一個感覺 就像以前讀書的時候啊 那些最後在一起的 往往是被謠言給綽合在一起 很多就是說他喜歡你 你喜歡他 然後其實本來兩個人都不喜歡 然後就各種害羞 然後就成了這種也挺多的 但是如果說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就是突然很迴避你 或者非常的就是跟你保持距離 那其實那應該就沒有機會 對怎麼從曖昧期過度到確認關係 女生喔如果說是你比較主動的追男生 就比如說我買兩條親女手鍊 然後我自己帶一條 然後送一條給對方這樣子 如果說他接收了你這個禮物 然後戴在手上 其實基本上就成了 那如果說他沒有接收 那可能就是拒絕了 還有一點就是男生表白的時候 不要把皮球踢給女生 比如說我喜歡你 你覺得我們在一起怎麼樣 對對對不要不要 一來一回的過程是很尷尬的我覺得 男生還是要態度誠懇一點 堅定一點 那如果你的話實在說不出口的話 就勇敢點用行動 比如說拉起對方的手 或者直接 不難過 就是 然後就是類似這種 因為我當時我跟旭哥 其實也曖昧期了 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最後我也是有預感於旭哥要表白 但旭哥並沒直接把我拉到樓梯間去 就 說清楚不然等一下誤會了 唉唷就是上一個視頻有輸 你們要想知道就去看吧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情感聊天是第二期 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拜拜